好的,阿姨早安 我是剿匪学院 那本周呢,想向您请教一个会员的提问 是关于二战时期的这些华北清日政权 您之前曾经详细解读过满洲国的历史 以及包括汪精卫政权的这个历史 但是在那个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之前 日本也在华北策划过所谓的五省自治运动 那在北方呢,成立了另外一套清日的政权 那后来虽然名义上呢,附属于汪精卫政府 但实际上他们是有一定的独立性 那这些政权呢,包括像冀冬防供自治政府 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冀南自治政府 及近北自治政府 那么这位会员想请教你如何评价呢 这些北方当时的清日的政权 以及他们后来呢,对于中日全面战争的影响 他们当然就是中华民国的政统 就是北洋的政统 从人事上也是这样子 像齐鲜园这些人,也就是北洋军阀的余部 在北伐以后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保护人 不得不,有一部分不得不被南京政府收编 有一部分是被阎锡山、冯玉祥自己收编的 但是他们在国民党系统内始终受歧视 始终怀念过去北洋军阀时代 他们是正统的日子 然后后来他们投靠日本也是很正常的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就跟从张太炎的角度来看 黎元宏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正统的政统 曹昆的联审自治的宪法才是正统宪法 国民党是串权起家的 用党部来取代议会 根本就是违反宪政的基本原则的 你不能一面说北洋军阀搞政变是违反宪政 另一方面说 但是北洋军阀搞政变 只是拉丁美洲军阀那种政变 临时政变一下子 最后还是要反正于民的 而国民党的政变就是永久性的以党代国了 跟共产党的区别是很少的 背后支持者也是苏联 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什么 就是跟冷战全盛时期 大家看007电影和各种通俗文化影响 是形成的正统性的印象不一样 并不存在有 政治上的正统性和现实政治完全吻合这件事情 只有在历史的非常特殊的时期 也就是在冷战的全盛时期 双方都举着从反对纳粹战争中自己下的民主口号 但是民主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政治上的正统性和马基亚文艺主义的现实政治 貌似粉围一谈了 拥护一整套意识形态组合包 社会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组合包 就能够压倒现实政治 如果为了现实政治的做法 比如说像基辛格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 背叛意识形态的正统性 那就像是不正经的 当然这样做能够维持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我们要注意就是 把意识形态的正统性 看得比现实政治还要更重要一些 历史上从来都是在极短时间才能实现的 比如说像伊斯兰教征服那几年 或者像十字军战争那几年 或者像宗教改革战争那几年 过不了多的就是有红衣主教尼西流这样的人物冒出来 或者是有斯大林这样的人冒出来 或者像毛泽东和基辛格这样冒出来 通过牺牲意识形态的正统性 得到现实政治中的更大好处 可以说冷战的正统性 像杜勒斯兄弟所代表的那种冷战正统性 也就是在基辛格时代 随着越南战争和尼克松政权的上台而破裂 有很多正统的美国人 尽管欧洲人像戴高乐之类肯定对这些是毫不在乎的 但是正统的美国人把认为美国参加冷战 主要就是为了杰克斯洛伐克 苏联在杰克背信弃异 而不是为了任何现实利益 只要苏联维护杰克的民主体制 即使杰克的物质资源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面 美国也不会参加冷战这样一拨人 这拨人虽然不是美国政治力量全部 但是它确实是大到足以影响历史走向全部 可以说是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因素的话 冷战是不会爆发的 或者不会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式爆发 而美国跟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这在比斯曼和尼西柳的操作当中是非常正常的 欧洲大陆的政治家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但是对于美国是理想主义 认为美国自威尔逊以来 就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为了自由民主的原则才参加国际政治 要不然的话美国宁可回到美洲岛去过孤立主义好的日子 这一派政治势力在美国始终是足够强大 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它直接影响到了冷战的政治结构 和更不要说是普通人民的思想意识 以至于直到现在 按照意识形态讲 是疯狂反共的像沙特印尼这样的国家 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好兄弟 过去的冷战式意识形态战略 完全不适用今天 我们还隐隐约约地觉得 为了现实政治原因 牺牲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是不道德的 这种关键就是三十年战争时期 哈布什堡帝国 菲利普国王和培蒂兰皇帝所坚持的那种意识形态 由于尼西流面不改色地跟新教诸侯和土耳其人结成 在哈布什堡帝国看来是非常不正经 无原则的联盟 天主教的正统性终归破裂了 新教徒跟不讲任何宗教原则 只讲国家利益的法文西君主国 和伊斯兰教徒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粉碎了天主教世界的政治上的一致性 在伊斯兰教诸帝国也存在过诸如此类的一切 我们就不管了 像北洋时期的情况就是 当然北洋政府像拉丁美洲的军政府一样 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的一个附庸 在宪法的角度来讲 他们是民主政权 跟欧洲国家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实际上它经常维持不住 不断爆发军事政变 但是军事政变归根阶级还是要把权力还给国会的 只能进行短暂的干预 只不过他们处在落后的边缘地带 所以做不到像欧洲标准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瓦解 这里面的关键原因是总体战的缘故 总体战的主要责任人 并不是马克思和社会民主党 或者十九世纪的任何左派势力 而是鲁登道夫和德国的 以及在较轻程度上 是学约国的计划经济当局 把全国的经济和人口全部投入战争阶级当中 使人民前线和后方没有区别 都受到军事纪律的约束 是这个体制产生了布尔什维克的苏联 苏联的特殊之处在于什么 一方面它因为俄罗斯的底线本来就低 在俄罗斯最自由主义时代 也没有欧洲那种自由主义 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必然也会更野蛮些 第二就是它在和平时期也不复原 西方民主国家是经不住和平时期 迅速恢复正常生活的民意压力的 而苏联可以永久性地维持战士体制 这是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 也是苏联能够聚集大量国内的根本原因 这种现象在二十四世纪的影响 就相当于是路易十四在和平时期 要维持二十万常备军 封建欧洲的惯例就是 只有打仗的时候才动员军队 战争一结束大家就要赶紧回家 谁也没有平时的时候 正常的军主只会像亨利八世 或者查理一世那样 身边有几百人卫队 这就很不错了 几百名贵族出身侍从来做卫队 他根本没有常备军 如果国内外有事的话 他能够做的就是召集国会要钱 号召各地的郡主 各地的乡绅贵族起兵秦王 他没有常备军的 当然没有常备军的军主 是行使不到专制权利的 莎士比亚的剧本《尼尔王》 描绘这是封建军主的正常现象 尼尔王身边也就有几百人卫队 所以他那几个坏女儿 想要整治他 办法就是想要把他的一百名卫队 拆检为五十名 然后执行二十五名 一个国王只有一百人卫队 好像是很少 其实欧洲的大军主国 只有几百人的卫队是正常现象 尼尔王退休以后 就只剩下一百名卫队 可以想象 比如说他在位的时候 可能像亨利国王一样 有三五百人的卫队 这就是欧洲军主的正常现象 路易斯是坚持要维持二十万长卫军 这是法国财政破产的根源 别人条约一缔结 为什么要缔结条约 缔结条约主要的原因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主要原因就是财政破产 养不起军队的 养不起战争的 而且参加战争的贵族和士兵们 也像是华盛顿将军的士兵 和罗伯特里将军的士兵一样 他们要带着自己的马 回家里去耕地 否则家里面的田庄要放物了 这个压力使军主无法抗拒的 所以战争打不大 打不久 很快就会议和 而路易斯是在和平世界 维持常卫军 等于是至少对于 那些德国的小邦来说 法兰西王国就变成了 极为可怕的超级大国 就像是苏联对埃沙尼亚一样 战争是单方面的 根本就没得打 英国人和西班牙人 还可以跟法国打一下 德国各邦 面对法国的常备军 你连动员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就只有百分之百的投降了 这是根本上 改变国际秩序的企图 所以就导致了 丘吉尔祖祖先 马尔波罗公爵主持的大联盟 英国和德国各邦 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抗法国 以及长期的 七年战争这种 第一次具有事件规模的战争 这个体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是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建立的根源 而鲁敦道普的战事体制 被列宁瓦房殿下的模仿以后 变成苏联体制和二世纪积权主义的根源 北洋政府是什么 它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自由主义体制在欧洲瓦解以后 在世界边缘地带留下的残雨 相当于是海外孤中 像是南京陷落以后 在云南广西继续流亡抗清的南民政府一样 他们的中央政府已经瓦前 但是边陲仍然是理事求诸也 仍然在按照旧时代的政治逻辑 他们对新时代的政治逻辑 感到不能适应 他们始终觉得他们是正统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这样的上红 最后甚至连英美也都承认了国民党 在教条程上日本也是这样的 日本最初是想维持辛丑条约的 但他发现连英国都撤退了 日本没有办法单方面维持条约 因此日本国内的国际主义者 像碧原外相这样的人 也就自己垮下来了 政权转入到泛亚主义者手里面 意思就是既然欧洲殖民主义者 不会像在八国联军时代那样 维持远中秩序 日本人也没有必要再去帮着英国人维持 英国人自己都不要了 与其让苏联人来或者国民党来 还不如我们自己搞一个 大中亚共同圈作为替代 但大中亚共同圈的问题在于 它有一半是在海上的 会冒犯美国的利益 在尼迪士尔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日美矛盾和反对苏联的 学业国团队这些相比 是个次要矛盾 日美都出兵维持中东铁路 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 当时日美在太平洋群岛 已经有矛盾 但是次要矛盾 等到条约体系完全瓦解 日本开始推出大中亚共同圈 把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化进来的时候 次要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 美国和遥远的苏联的矛盾 已经赶不上美国和近代支持的日本的矛盾 珍珠港离日本很近 离苏联很远 苏联的势力越不过满洲 而日本的势力却已经到了 夏威夷和巴西秘� 当然更不要说是东南亚的 于是日美矛盾基于主要的地位 美国罗斯福政府根据帝国主义的原则 联合苏联和国民党的中国来反对日本 这使得日本的国际协调派不可能再站住脚了 日本全心全意投入了大东亚主义的这个方面 而在中华民国内部 国共时分时和 但是他们都是革命性的力量 是以破坏条约体系为目的的 条约体系的破坏是卢沟桥事变的根本原因 卢沟桥事变根本上就是因为 侵犯辛丑条约权利 破坏为了对付利和团而设立的平津非军事期而造成的 而国民党迁都南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青鲁条约 因为首都在北京这件事情 是大清国跟列强组成的安排 是为了防止疫和团设置的安排 首都改到南京以后 国民政府就自动地摆脱了新途条约 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那一刻开始 卢沟桥事变就是着反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惊讶地发现 列强英美不肯跟他一起维持条约权利 去痛惩国民党中国 反而渐渐地在罗斯福政府的推动下 采取了联合苏联和中国来对抗日本 这个原因当然是现实政治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按照十字军主义的原则 基督教的国家包括法王菲利普和私信王尼查 都应该联合起来对抗穆斯林才对 但是实际情况是 哈布斯堡帝国自从拿下了美洲以后 严重地威胁了法兰西王国是欧洲第一把交易的传统地位 西班牙和奥地利联合 再加上美洲的资源已经超过了法兰西王国的资源 使得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领袖法兰西 宁愿跟英国、河南和土耳其结盟 使法兰西外交的主要目的变成了 打倒同样是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 在培基兰皇帝和菲利普国王眼里面 尼西楼红一主教和马扎林红一主教 是背叛了天主教的事业 他采取的所作所为 都是促使英国、河南和德国新教诸邦强大 促使土耳其人强大的 但是从法兰西王国的角度来讲 法兰西绝不能够像天主教小国那样 做西班牙人和哈布斯堡帝国的附庸 远方的土耳其威胁不到了法兰西 弱小的英国、河南和清教国家也威胁不到了法兰西 只有强大的西班牙 一面是西班牙、一面是奥地利 把法兰西加在中间 还加上美洲和西印度的巨大的财富 哈布斯堡王国成功 法兰西就一定没落 国家利益 在红一主教尼西楼的心目中 国家利益是高于天主教会的利益 高于罗马教廷的利益 高于一切的 因此他就提出了 今天还是全世界民族国家和所有现实政治 基本法则的原理 就是国家没有灵魂 只有利益 人的灵魂是永恒的 它等得起 国家只有顶多几百年 也许只有几十年或几年寿命 国家的失败和毁灭是万劫不复的 而人的灵魂是可以 像上帝的裁决那样 是可以无视时间的 所以必须采取国家利益优先的政策 因为他要首先对国家负责 他为法兰西王国的伟大负责 而不是为作为天主教徒的国王和他本人和法兰西成名的信仰负责 因此联合土耳其人反对哈巴斯巴尔帝国是必须的 同样罗斯福政府和在这方面英国政府要持续多 英国实际是采取的是亲日政策 是默许日本在满洲的行动 也默许日本在法北的行动 法国的态度跟英国差不多 不愿意 法国由于在俄罗斯帝国损失了它的大量投资 是俄罗斯白军、试验军的主要支持和波尔什维克的主要反对者 他和毕书斯基的波兰人一样 是宁愿让日本、始终坚决反共的日本上 也不愿意让讲电视上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日美在太平上的矛盾过于尖锐 美国实际上已经走上帝国道路 但是罗斯福总统用他马基尔维尔主义的高明策略 说服或者是欺骗了美国人民 让美国人民相信他们是为四大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 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个逻辑对纳粹是有效的 对于日本来说 同样对于芬兰、修安利来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芬兰、修安利和西班牙 他们政治体制其实跟纳粹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他们是为了国家利益的缘故 主要是为了反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缘故才跟纳粹结盟的 日本情况也是这样 日本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积权主义国家体制 你很难像中国的文宣才那样 把东条英积说成一个独裁者 世界上有那么轻而易举就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了 他连摸索尼那样的权力都没有 其实摸索尼都很难像是真正的独裁者 如果真是独裁者的话 国王和军队怎么能够随便让他下台 德国军队想要把希特勒赶下台 结果自己反而被希特勒杀光了 这才是真正的独裁者 日本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利益问题 他跟美国的太平洋人的帝国利益发生了明显冲突 但是美国公众始终没有发现他们是在为帝国利益工作 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为自由民主原则 而这个原则使蒋介石政府变成正统 汪精卫和北洋军阀反而变成不正统 按照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原则 或者是按照冷战逻辑来讲 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按照尼西楼的马基亚维利主义来说 这是理所当然 法国跟谁结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 如果哈布斯堡帝国是主要威胁 而土耳其不是主要威胁的话 联合次要威胁来打击主要威胁 那是理所当然的 正是尼西楼的外交政策 成就了路易十四的伟大 恢复了法兰西王国在美兰子菲利普时代曾经拥有 但是在宗教改革战争时期又失去了欧洲霸权 同样 罗斯福政权精明的判断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敌人只能是日本 而不是苏联或者是中国 联合苏联打倒日本是当务之急 然后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正确 又发明了四大自由和跟德国结盟的所有国家都是法西斯的这套战斗角的理论 如果按照冷战 按照杜勒斯兄弟提出的那种 美国是为了道德和正义而参战的逻辑化 美国英美能够支持或应该支持显然就是北洋军阀 而不是国民党 当然更不是共产党 英美从来没有支持过共产党 但是他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支持国民党作为正统政权 来替代北洋军阀 这是法北军阀的悲哀所在 他们是被抛弃的人 这种被冤枉的抛弃的人 这种被抛弃的感觉 是比如说台湾人或者南越人是能够体会 能够体验到的 因为做了正确事情 反而被自己的领导抛弃了 而领导为了机会主义的原则跟坏人结盟了 北伐战争以后 他们跟日本的毕源和国际协调化也是这个感觉 他们对外是维持英日同盟所支持的那套条约体系的 但是就发现自己在国外和国内遭到两面加工 他们执行的其实就是庚子时期 义和团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 但是当他们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时候 英国人就说拜拜我要走人了 把日本人一个人傻夫妇留下来 面对着美国和苏联的反对 北洋军阀像齐泄源这些人 在北伐以后的局面也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像林安宏一样 以为他们的任务是维持庚子条约以来的国际体系 和自由主义的国内宪法 以为他们这样做才能得到列强知识 如果不这样做 就会像义和团一样 到了列强的反对 然后他们惊讶发现 国民党破坏条约体系 而列强居然承认了他 他们维护条约体系 却被列强抛弃了 这次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日本 他们其实原来的并没有特别的依附者 如果有依附者的话 就是英国公使朱尔典 和朱尔典所代表的国际体系 主要是依附英国 日本只是英国的副官 并不是主力 但是英国不管以后 他们只能投靠日本 而这次日本的权力 也不再是他们过去的主人 碧原首相 碧原外相和国际协调派 而是新兴的大东亚共产 和泛亚主义者 但他们别无选择 他们像霍尔提海军上将 霍尔提海军上将胡朗格将军维护的是谁 维护的是哈布斯堡帝国和波皇王朝 那种哈布斯堡帝国和天主教保守主义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旧欧洲 但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世界在一战以后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不得不根据国家利益 选择最能保护他们的力量 因此除了日本人也没有别的 国民党肯定会逐渐消灭他们 对这一点不能抱任何幻想 国民党要统一中国 首先就要相比出他们的力量 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距离还近一点 跟他们距离是最远的 他们要有点幸存 只有依靠日本 法北自治本身不是个问题 照1912年宪法 我们要注意1912年宪法可是孙中山本人 宋教人和国民党 当时的国民党大陆极力支持的 本身就是一个联邦宪法 是要强调各省权力的 北洋军阀朝昆制定1923年宪法 从而也是这样 不是只有法北无省自治 而是所有各省都有自治 包括拥有自己的外交和军队 中华民国其实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它是一个邦联 一个民族国家 甚至是一个联邦国家 它的各邦 像美国各州 是没有自己的外交系统的 只有德意志第二帝国这样 巴伐利亚还都有自己的外交官 还在法国和奥地利派出自己的攻势 虽然是德意志帝国一部分 但是自己还像是一个半独立国家一样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的 各省有自己的外交师 它不叫外交部 四川 湖南都有自己的外交师 军队当然更不要错了 军队财政都是独立的 各省可以执行跟中央不一样的外交政策 像巴伐利亚外交政策 经常就跟普鲁士和威廉街的外交部立场不一致一样 第二帝国其实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德意志帮连残余的 半年帮流 像中华民国一样 北洋军阀维护是这个 它是做了极大的让步 就是说国民党要以党治国 那么国民党控制了南方就以党治国吧 但是国民党控制步骤的华北 我们要按照老规矩继续联省自治 当然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干涉的话 一面是苏联 一面是国民党 背后就是苏联和苏联自治的冯一祥 前面就是国民党 两面一加 北洋军阀继续的残余事肯定是完了 所以依靠日本的保护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讲 跟完全民主的 而且是左派执政的芬兰 必须跟德国结盟 而不是跟英美结盟 是一个道理 跟英美结盟 英美会保护你抵抗苏联和红军吗 英美是鞭团莫及的 所以华北军阀也不可能跟英美结盟 他们只能跟日本结盟 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选择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不喜欢汪精卫的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国民党 毕竟都是搞党国的 而他们恢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就是要恢复朝昆宪法和联省自治 他们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先言书上 就是严厉谴责国民党的容共政策 指着国民党破坏了宪法 破坏了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民主原则 实行以党治国的专政主义体制 而他们是要恢复法统 像黎元洪和吴沛福一样 要搞的就是法统崇光 但是拉丁美洲如果发生内战 或者非洲发生对战 国内的力量是无关紧要的 关键的是苏美或者是列强的干预力度的问题 你要法统崇光还是要任何政治体制 都是要看太上皇 太上皇愿意直接干预的不是英美 而是苏联和日本 实际上除了让苏联做自己的老板 和日本做自己的老板 没有别的选择 斯大林的原理就是 国民党最强 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 主要的军备要支持国民党 要用坦克飞机武装蒋介石 让蒋介石能够跟日本人打仗 而蒋介石在上海的唯一原理就是 要证明我们能够打仗 否则苏联坦克和飞机都不会来 而毛泽东像姨太太一样 不断地抱怨说 苏联对蒋介石更好 对他更差 但是作为一个马西亚威力主义者 他知道除了赶紧扩军院 没有别的办法 整他的军队跟蒋介石差不多的时候 苏联援助自然会移到他这边的 否则说别的话都是屁话 而北洋政府 北洋巨法当然也是这样 在现实政治压力之下 意识形态算不上什么 他们只能选择 他们能够得到东西 而不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他们不能说 论宪法来讲 我们跟拉丁美洲的军阀政权一样 拉丁美洲的军阀政权都是美国的盟友 那是因为美国不管到拉丁美洲的人 但他们就只能像芬兰和匈牙利一样 选择日本和德国做自己的盟友了 甚至是日本也最终出于马基亚维利的原则 选择了汪精卫而抛弃他们 因为汪精卫在南京的势力 比法北邻市政府要大 结果法统崇光成为炮营 本来法北邻市政府应该是 复辟曹昆和林元宏的政府 恢复中华民国联省宪法 把国民党和共产都打成 苏联附庸和宪法破坏者 但是这条路线没有足够的资源 最后日本人也决定 必须收买国民党军阀和汪精卫 才能达到目的 而法北各军阀的势力 不如汪精卫和华南各军阀的势力 钱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日本人最终承认汪精卫的 南京国民政府为政统 要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法北政务委员会 重属于王精卫政府 他们当然并不心甘取言 王精卫政府的力量也只是勉强争出政统 法北临时政府变成了无省自治 事实上仍然保持了自治权 但是中华民国法统再次崇光的幻想 在日本人支持下再次崇光的幻想还是破灭了 相比之下 满洲国就完全建立了 恢复了自己的法统 这是满洲在政治上 比法北无省要强大得多的证据 从经济上讲 满洲的军事工业和农业军事工业都发展得很快 重工业也发展得很强 法北的经济界像景清梅坑之类的 很大程度上依靠满洲的资本和技术源的支持 从经济上讲 华北各省是满洲的附庸 就像在张作霖时代 满洲军队一再入关所证明的那样 他们的势力 华北军阀势力既没有能够强大到 能够像他们理想中做到那样 复辟朝昆政权 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正统政府的一步 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又没有强大到像是满洲国那样 我们不搞大清国了 我们不想复辟大清全部领主 但是我们在大清解体以后建立一个满洲国家和一个蒙古国家 这样一个民族发明的形态 结果它变成一个尴尬的存在 按说的话 如果不能重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 正确的做法就是复辟燕国齐国 北洋军阀的军人不是指河北人就是山东人 刘云平就是河北人 正常情况他们一看满洲人一样 既然中华民国解体 那满洲独立建国 那么燕国齐国也独立建国 但是他们手下又没有足够强的知识分子队伍来替他们搞民族发明 就像刘湘的手下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可以给他搞蜀国发明一样 时间来不及了 两头不凑桥 他们就只能满足于非正统军阀的尴尬地位 这使他们做的事情变得不够理直气壮 尽管他们才是本地正统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国民党、苏联和其他所有的势力都是掠夺者 没有他们 本地社会的财富就会被掠夺一空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欧洲的逻辑 本地精英建筑应该发明民族了 我们既然不能建立帝国去统治别人 我们就去发明民族来防止别人统治我们 但是时间来不及 而且也没有给力的知识分子 所以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 但是从民族发明的角度来讲 你要把齐学园这些人重新发明成为燕国国父或者习国国父 把吴会父发明成为习国国父 这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失败是暂时的 将来的人在来的时候 在追溯历史先帝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匈牙利的被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消灭的王国 发明成为匈牙利民族的正统 把摩拉维亚诸公国 波西米亚诸公国发明为捷克民族的正统 把哈布什保王国帝国统治的时间作为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 虽然哈布什保王国帝国在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统治 在欧洲标准来看其实是最正统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民族发明家把他们发明成为侵略战争 把更加古老的租公国发明成为自己王国的始祖 根据同样的逻辑 当然巴拉玛独立以后 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金华都会变成巴拉玛民族英雄 如果巴拉玛不独立的话 他们也不过是大哥的不独立 永远都会变成巴拉玛 但是这些小金华都会变成巴拉玛 就会变成巴拉玛